大家好,台湾又搞笑了,我每次看台湾新闻,我都当成笑话一样看,每天很欢乐 什么呢?复必泰,就是这个永龄基金会,台积电,还有这个磁剂采购的这个BNT的疫苗 从德国飞抵台湾,但是人德国政府很聪明啊,用这个复必泰 为什么呢?复必泰是上海独家代理的,是中国大陆的独家代理德国的BNT 那么他独家代理的哪呢?大陆,香港,台湾,也就是港澳,还有台湾,还加上中国大陆 为什么呢?一个中国嘛,人德国也知道遵守一个中国 从疫苗这个事上,只要打上复必泰三个字,那就是说你都是中国大陆的 台湾现在想搞一边一国,但是复必泰来了,台湾人很不高兴 这不是吗?简体字的这个复必泰,不调 让民进党派人啊,三个人,在这个机舱门打开了一刻 那现在这个说法有很多啊,有些人说是这个永龄基金会 或者是这个台湾三家瓷记啊,或者是这个台积电三家联合 要求扯下这个复必泰 有些人说啊,是其他原因 咱先不说这个到底什么原因吧 这个东西其实所有人都明白啊 为什么不让这个简体字复必泰能出现啊 一个中国嘛,台湾绝对不会承认一个中国 但这个事呢,我觉得有点什么呢 中国古人的成语叫掩耳盗铃 掩耳盗铃,没懂不懂这个成语的啊 没听懂的啊,我简单跟你解释一下 就有个贼吧,他却想偷东西 但是人家主人家里边啊,挂着个铃铛 一碰就响 他想来想去啊,怎么能让这个铃铛发出声音 我还能继续偷东西呢 哎,想了一个好办法,我把自己的耳朵堵上 这样呢,铃铛想了,我听不见呢 我听不见不就可以去偷东西了吗 偷主人家的东西了吗 哎,这些贼啊,就可聪明了 就把耳朵给堵上了 去偷了 果不其然呢,这个铃铛没有想 他认为没有想 他认为自己可聪明了 他认为是不是,做的天意无缝 最后还是被抓了 被抓了 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和这个复辟泰啊 扯掉这个三个简体字复辟泰 异曲同工啊 你想想 一些贼啊 想偷出台湾的土地 想从中国人偷走台湾 得想个什么办法呢 是不是啊 想个什么,掩耳盗铃啊 是不是啊 复辟泰到了台湾 到了台湾,我们把它扯掉 就当没看见 是不是啊,掩耳盗铃嘛 就像全世界都知道 是不是啊 那个女儿从哪来的 是不是啊 是复辟泰的 哎,我们就当没看见 就把这个 是吧 把这个布条扯掉 掩耳盗铃 然后我们哗哗呼掌 这点像什么 像这帮台独去祭典什么 祭典这个 最近台湾不有这个军人节吗 9月3号军人节 去参拜 去祭典这个先烈 抗日先烈 台独去祭典 抗日先烈 台独去祭典这些 反台独的先烈 咱们中国人反台独的先烈 我也很佩服台湾那些 反台独的人人之士 咱们不管是国民党也好 共产党也好 还是无党派的 都反对台独 你只要反对台独 你就是中国人的 是不是好样的 结果这帮台独去祭典你们 像不像掩耳盗铃 像不像掩耳盗铃 所以我说 有时候台湾呢 正在 真的很搞笑 人类历史上 最荒唐 最搞笑的一幕 在台湾 你看那复必泰 掩耳盗铃 我用一句常语啊 就其实把台湾这点事 都说清楚了 你说你扯下来有什么用呢 那合同上写的 复必泰从哪来的 对不对 所有人啊 你扯完了以后 所有人都知道那个东西 就是从哪 从大陆 以大陆 复必泰的名义进口的 你扯掉也没有用啊 德国 德国也是啊 对吧 以复必泰的名义出口为你的 你最后不也签字了吗 所有的都是你做的 然后你现在把那个布条死掉了 掩耳盗铃吧 有时候我发现台独啊 真的很像这种古人 古人啊 讲的这种掩耳盗铃的小偷 明明做那些事啊 所有人都知道 都光着屁股 在那裸奔的 哎 就是把自己脑袋一蒙 哎 我看不见光屁股 满街跑呗 是不是 我看不见光屁股 其实啊 你说大陆人呢 咱们台湾 跟我一起看这个节目的 台湾观众 谁看不着他们光着屁股呢 是不是 都光着屁股满街跑 把自己脸一蒙 哎 我没羞没臊就完了 哎呀 有时候看那些台独啊 太有意思了 今天就当一乐啊 睡前一乐 挺有意思啊 有的时候 真的啊 台湾呢 真的能带给我很多欢乐